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是剧烈的肌纳力训练 还是简单缓和的有氧运动 健身不但能雕塑完美的身形 还可以放松心情 为自己带来健康的一天 嗨大家好 我是客属女训专用 30分钟缓转运动的执行长Eric 今天我来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运动产业 那随着现在国人越来越 投入运动产业 然后健康一直抬头 所以呢大家想要追求的是 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运动这件事情 特别到运动中心去运动 还是年轻的专业 那事实上不是哦 现在很多的年纪长的人 也都会去运动 那而且还会去花钱运动 那现在呢 除了政府设立的 各式非常功利的运动中心以外 其实在运动产业 在运动健身中心这块 主要还是由私人的公司来经营是比较居多的 那除了我们现在大型看到的 常常看到的大型的健身中心以外呢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小型的不同类型的 包括例如说以武术为主的啦 或者用飞轮或PRS特殊功能的啦 或者是像24小时健身等等的 那现在种类是非常非常地多 那目前呢 除了大型中型以外 那第一种就是小型的 那其中的第一品牌当然就是我们Curse 那我们Curse是专为你去设计的 三十天间运动 那它主要主打是社区 想让大家可以快速去运动 那你很快就能够达到效果 所以呢我们的公司呢 在这个品牌里面就是 怎么样创造一个充满支持的一个运动团队 在活动设计啦 活动主题啦 抽奖啦 送赠品啦 或者是在关心会员来运动的频率啊 这些都是要创造一个 会员来运动是非常开心的 那我们的运动呢 排成是环状的 其实最特别的就是 Gary Heaven在这个器材上面的 这个研发跟创新 它是一个油压管的设计 然后呢我们全部有12台器材 它能够训练到的位置 是从脖子以下膝盖以上 所有女性想要雕塑 想要紧实的部位 每一个器材全部都会兼顾到 那我们的器材使用上非常地简 所以做上去其实很直观的 做操作都没有问题 相较于一般 如果民众在运动中心或健身房 可能需要跑步进跑30分钟 重量是运作30分钟 最后拉近身上30分钟来比较的话 我们运动是非常有效力的 Curse 达造女性专属的健身中心 提供专人指导与教学服务 并且主动关心每个会员身心状况 让不同棉林层的女生 都能自在地摆动身体 在这里找到活力与朝气 因此今天我们将带各位前往Curse 并且邀请到30分钟 环状运动的健身教练 来介绍一天的工作内容 同时分享他们在Curse里的点点滴滴 嗨 我是Curse女性健身中心 符合店的店长我叫怡心 那首先的话我们教练一整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早开门的时候呢 柜台教练呢主要会监控 就是每个进来的会员 他的今天的来电次数 这个礼拜是不是有达到 就是我们的理想范围 就是一周两次到三次的运动 对那接下来的话在刷卡的时候呢 同时就是我们每个月会 会帮固定帮会员做一个量测的动作 量身量体脂肪啊 还有他的肌肉量有没有进步 那在一刷卡的时候 就会显现出来他到底要不要量身了 那如果要量身的话 柜台教练会负责把会员的运动卡拿来 还有他的那个量身资料过来 然后帮他做一个身体的 每个月的回顾跟量测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柜台主要还会再做一些 就是今天所有的颁表的预约确认 所以我们会比如说有第一次 前三到五次的第一次运动 我们都会做一个call out 提醒的动作 那或者是他今天是有预约体验的 我们也会就是打电话做提醒 那再来的话主要是运动的教练 我们运动的地方的话就是 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来 会员进来的时候 都随时中间会有个主要的 带运动的教练 那教练的话除了带每个人做运动之外 还会介绍今天的主要的活动 那会带会员一起去进行 比如说是有一些 器材挑战的部分 或今天有小尝试的部分 会跟会员一起做分享 那再来的话教练还会带一对一的 比如说今天他有第一次运动 第二次运动第三次运动的话 我们是特别会排出一个教练 一对一的带会员做 全部的所有器材的复兴 那包含就是最后的伸展的部分 都是一对一的 那KARS的运动方式的话 它是一个环状的运动圈 那主要的话 我们会做两个循环两圈 那每一站的话会接着器材 器材下一站会接着踏板 那每一站都是各做30秒 30秒做一个换位 那我们把主要的力量 90%的力量呢 都放在器材上面 去加强大家的肌肉跟有氧的运动 那下一站在30秒踏板上面的话 是做一个缓和心跳 维持心跳的动作 所以在上面只要轻松的踏步 保持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 那在环状运动中呢 我们的所有的器材呢 总共有一圈12台 那都是针对全身不同的部位 去做加强肌肉的训练 那在这30分钟的环状运动中呢 我们在每8分钟 会让会员量一次10秒钟的脉搏 那脉搏的话呢 我们会依照会员的年龄 还有他的身体状况 然后去做不同的强度的调整 那我们在空余时间的时候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有对外宣传的时间 所以教练有时候空闲的时间 会出去对外做宣传去发DM 对这是运动教练的部分 大家好我是CURBS的教练 小花教练对然后在CURBS上班已经将近六年的时间 对然后这是毕业之后就是一直待在这里到现在 然后其实在CURBS工作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成就感 对就是成就感跟自信这件事情是我上班到现在 就是最有收获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除了像是基本上我们是相关科系嘛 那除了学与之用之外 在这里上班就是总公司会提供一个 很完整的教育训练 对所以让每一个 不管你是不是本科系出身的教练 在这里都可以成为 非常专业的一个部分 对然后 然后在这里很棒的地方就是认识了很多会员 认识了很多会员朋友 然后都跟家人一样 然后你会发现你很认真的付出之后呢 然后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很棒很棒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在CURBS上班的话会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嗨 我是芷毅 然后我是来这边工作差不多四个月左右 但是我本身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之前是念那种餐饮观光系的 那后来这边呢主要是因为我以前是会员 然后被招来的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刚好就被教练问说 哎有没有兴趣来参加来加入这个团队这样 那来这边的话呢 最不一样就是跟台湾一般的企业没有所谓的竞争 大家是合作的 而且相处起来都很开心愉快 那在这边学到最多的话就是自我肯定 嗯他们会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肯定自己 然后不要去跟别人竞争 会告诉你说这边的学习每个人的进度不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学习 但是还是需要有进步的空间 那最特别的是老板会帮你准备 就是老板会让你自己上一系列所有的课程 希望你可以在对于客户啊会员之间 可以提供更多资讯给他们 然后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上起课还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大家就是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是一个很有团队精神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是从我在这个企业里面所悉到 那老板给我们的东西也不一样 这样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KERS的加盟组玲玲 那想要来就是KERS的工作的朋友呢 我想最重要的几个特质 第一个就是喜欢跟人接触 然后比较外向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要跟大量的会员做沟通 然后也要做一些宣伤活动 所以其实如果是 喜欢坐在办公室 然后喜欢朝九晚五比较稳定的话 其实就比较不少课时 课时的话 因为我们的营业时间都会到晚上九点 所以这是首先就是 营业的时间能够配合 那其实在课时工作很好 就是其实我们的周末 是休息的 那但是有热情 喜欢与人接触 然后同时主动机器 其实是在我们在桃园的时候 会最重视的几个特质 然后再来就是喜欢学习 因为虽然我们是健身房教练 但是其实随着时代的进步还有不一样 其实虽然是一样的器材 我们也会不断地去修 然后去经济 那同时我也鼓励就是 呃我的员工在这边 不只是可以当一个教练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的跟会员的接触 非常的平凡 所以其实我们在某种层面上 跟会员的关系 还有在他们心理的沟通的上面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CURBS其实到台湾已经十年了 然后我们现在全台湾有 相近120家店铺 然后我们的会员也超过了四万 其实我们一直不忘我们的初心 就是我们要支持所有的女性 透过CURBS养成一个运动习惯 然后透过运动达到她人生中 所有的目标 因为我们的愿景就是要支持所有的女性 找到她们的健康快乐 自信与活力 这份工作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你要肯学习 因为我们要学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才能够给我们的会员非常好的服务 第二个 这份工作很需要的是你的热情 我们相信我有热情 你才能够坚持下去 你才能够不怕艰难 你才能够一直一直的往前进 第三个就是你要有人际互动 因为我们要服务非常非常多的会员 所以你会跟他们有很多的交谈 有很多的指导 那你善于人际互动的话 可以跟会员拉近很多一点 最后一个就是最重要的 坚持坚持坚持 所有成功的事情 都是要你坚持不懈 才能够达到 整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